Omicron已扩散至38个国家 投资者们迎来近期最大的爆仓浪潮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的热门话题栏目 我是Emerina 传播力极强的新冠变种病毒Omicron 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经历了从被发现 到现在截止到上周已经扩散至了38个国家以及地区 其中中招的地区包括澳洲、美国、中东以及非洲等 扩散的范围几乎是涵盖了全球的各大地区 而新州在周日又新增两例Omicron变种确诊病例 截止到周日新中的变种病毒病例已升至15例 新年已有两所学校中招群体传播 全校师生被迫隔离 同时世卫提到旅行禁令无法有效地防止新冠病毒在全球传播 也表示目前仍然不确定Omicron变种的危险程度 在全球各地因为变种病毒而变得焦头烂额的时候 金融市场也掀起了不小的波动 受到变种病毒的影响和美联储加速缩减购债的影响 美国标普百亿连续两周收跌 三大指数上周五继续收盘下跌 澳洲市场也紧跟美股的步伐 ASX200上周收跌 航空股Quantus和Webjack也迎来了近期的一个相对低点 澳元对人民币汇率持续走低 目前已达到疫情以来的最低点 与此同时一度被称为是数字黄金 以及避险资产的数字货币 暴跌28%至4万出头 这位投资者们爆仓的又已导火索 那变种病毒对房市的降温是否有着正面的影响呢 根据数据显示 尽管各大银行多次上调利率 人们购房的热情依然没有被击退 根据Real Estate的数据显示 上周澳洲各地区的拍卖清空率依然惊人 当周房价的走势仅有波斯一地房价下跌 布里斯班和阿达莱德则出现了 0.68%以及0.59%的 这个相当恐怖的州涨幅 今年将至是否有什么喜讯值得我们关注呢 12月5日澳洲药监局临时批准 5到11岁年龄段儿童辉瑞疫苗 儿童疫苗的剂量呢 为12岁以上年龄段疫苗获批率的三分之一 儿童年龄段的疫苗 苹盖将是橙色的 不同于其他年龄段的疫苗 预警政府将在明年年初开始 正式推广儿童疫苗 向5岁到11岁群体开放接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